春节连续假期台东大五警分局为了提供出游民众最新的警察家旨服务 贴心准备了内涵、治安、交通等服务资讯的小红包 为由台九县沿线所设置的机动派出所 以及统一全家等超商来代为发送 让收到红包的游客大战这次过年在台东所收到最棒的礼物 好 还有喝酒不要开始打发送 谢谢 远景当起了财神爷向游客一一发送红包 今年春节连续假期长达九天 预计将有大量游客涌入台东观光旅游 大五警分局为了让民众了解最新路况讯息 特别设计了结合最新治安、交通等服务讯息的一元小红包 透过沿线各景点设置的机动派出所远景热情发送 让进入台九县南回公路的游客感受到台东远景的贴心服务 发送第一站就选在台东最美的多辆火车站 发送红包的同时警方也不忘宣导交通法规 来自高雄的泄信游客收到警方贴心的红包后 更是大赞就是来台东最棒的新年礼物 台东警察有够棒 记者沙家会泰马里香报道